杀 杀光外来者 让他们知道药王谷的厉害 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爆发出一阵阵怒吼 他们拥有足足一千万修士 无限集团和天岳集团加在一起 则是只拥有八百五十余万 在数量上 他们拥有一百五十万的兵力优势 在上层战力上 他们是一帝 一准帝 四位圣界巅峰 十位圣界五重以上 无限集团和天岳集团加在一起 目前也只是六位圣界 五重以上 然后还有六位圣界五重以下 全部加起来 也只有十二位圣界战力而已 而他们药王谷 则是拥有一位准帝 十四位圣界 可以说 这场战斗刚刚开始 无限集团和天岳集团 就已经输一半了 面对药王谷修士大军的冲锋 无限集团或天岳集团的联军 并不惧怕 尤其是无限集团士气正盛 他们之前和大言皇朝的战斗 完全就是脆枯拉朽的持续碾压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对药王谷 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畏惧 在药王谷修士大军 越来越近的时候 无限集团和天岳集团的作战部队 也在这时候发出震天怒吼 杀 杀 杀 在一声声喊杀声传出之后 大量可挟持飞弹 就朝着药王谷的修士呼啸而去 相比起大部分灵术神通 飞弹和雷射炮 显然更加具有优势 药王谷修士大军中 有的修士根本没有距离足够远的法术 能够在远距离打到无限集团 或天岳集团的作战部队 无限集团联军这边 则是直接飞弹贴脸 雷射炮爆发出一道道贯穿战场的恐怖雷射 好在天红玉和帝皇星各方势力交手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药王谷对帝皇星势力的科技武器 也是有一定认识的 他们知道 这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外物 在药王谷的修士看来 外物再强 也不是自身的真实实力 因此这一类是不值一提的 但就是这些不值一提的外物 这些不值一提的科技武器 让药王谷的修士因为傲慢付出了代价 当然 药王谷能够发展到如此庞大的地步 在药王谷中 当然是聪明人多 愚蠢者少 在发现无线集团联军的科技武器极为厉害后 扣准的声音就响彻整个战场 节阵推进 他的命令非常简单 他也用了一种无线集团联军相对陌生的方式 展开战斗 之前药王谷的修士 还是一群乌合之众 但在扣准下令后 他们的厉害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无线集团大军后方 顾七爵看到药王谷的修士 结成了大量战阵 这些修士 从一万人左右 开始结成战阵 数量最少的 就是万人一阵 数量多的 则是五万人 十万人一个战阵 结成战阵后 这些药王谷修士 就不再是散兵游泳 而是将众人的灵力 以战阵的方式 凝聚起来使用 大量飞弹 还有镭射炮 朝着药王谷的战阵 轰鸣过去时 竟然被药王谷修士战阵 凝聚的阵法屏障 完全挡住 无论来多少飞弹 来多少镭射攻击 一时片刻 竟然都无法击穿 药王谷修士大军的战阵 药王谷比大研皇朝厉害 显然是有原因的 无限集团联军中 也有一百万 大研皇朝的修士 这些修士 就不会使用这样的战阵 因为战阵的存在 双方的大战 也变得极为胶着 顾七觉 看住战场各处的情况 他面上并无任何反应 因为无限集团联军 和药王谷 一千万修士大军的大战 现在仍旧处于军事 药王谷的战阵 当然是十分厉害的 但战阵的缺点是 非常不灵活 无限集团联军 在和他们短兵相接的时候 吃了一些亏之后 就采取了油斗的方式 机商蓝锡等人 都是在不远不近的 安全距离对药王 谷的战阵进行持续骚扰 这些战阵 在两军正面冲撞的情况下 是非常恐怖的 可遇到无限集团联军 只能算他们倒霉 因为无限集团联军的 作战方式 就没有组成战阵冲阵的 这就让药王谷 修士大军 极为恐怖的一拳 直接打到了棉花上 在双方交战时 俨然是一种 有力无处时的状态 轰 轰 轰 无限集团联军的飞弹 还有大量雷射炮 宛若不要钱一般 对药王谷修士大军 发动了宝盒攻击 但是没用 问 药王谷修士大军结成的战阵 瞬间浮现阵法壁垒 无论有多少飞弹轰炸而来 有多少雷射炮呼啸而来 都无法将这个坚硬的乌龟壳 直接轰开 但药王谷修士的战阵 同样无法对无限集团联军 造成太大的威胁 无限集团的联军 在他们冲锋过来的时候 直接四散而开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 每次药王谷修士大军发起的猛烈冲锋 造成的杀伤都非常有限 不等无限集团联军和药王谷的修士战阵 继续握旋骨 七爵的声音便响彻整个战场 集中力量消灭无法集 成战阵的修士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故七爵这一声提醒 非常关键 无限集团的联军 机动能力强的不可思议 药王谷的修士战阵 则是杀伤力强 防御力无比变态 但不够灵活 要是无限集团联军 根本不和他们正面接触 而是一味地打游击 他们直接一点脾气都没有 不仅如此 在顾七爵开口提醒后 药王谷修士大军中 无法结成战阵的修士 在此刻吃足了苦头 药王谷的地阶老祖 同样在这时候下达了法御 无法结成战阵的修士 靠近各处战阵 遇到危险 可以进入战阵阵法中庇护 药王谷不愧为天红玉顶级 大势力之一 实力强悍 反应迅速 和无限集团联军交手过程中 竟然也是剑招拆招 双方打得你来我往 虽然药王谷修士大军十分厉害 但顾七爵暂无下场 参战的想法眼下交战 双方仍旧处于军事 但是 药王谷修士大军维持战阵 是需要消耗灵力的 处于军事 对他们显然非常不利 药王谷对无限集团 与天悦集团联军而言 绝对是一个合格的对手 无论是双方高端战力的战场 还是双方常规战力的战场 药王谷都有比大研皇朝 更强的表现 在各处战场 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都能和无限集团联军 打得难解难分 他们持续维持修士战阵 虽然对灵力消耗巨大 但无限集团联军 一时半会 也奈何不了这样的乌龟壳 不过药王谷的老祖 显然看出这个弊端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只有两种解决办法 要么就是 让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在这个时候 散去战争 否则继续维持修士战争 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肯定先支撑不住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那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斗 只要能迅速结束这场战斗 他们当然就不会因为 战争时间拖得太久 从而灵力消耗巨大 想到这里 要往古老祖要黄 选择直接下场参战 轰 一股汗天动地的恐怖威势 在此刻忽然传开 在这恐怖威势猛然出现时 无限集团联军 都出现了短暂的慌乱 地阶强者的威压 震天动地 恐怖到了极致 好在他们并未慌乱多久 就彻底恢复了正常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无限集团联军后方 也有一道恐怖的地阶威压 陡然出现 轰 一道狂猛霸道到极致的威势 陡然浮现 旋即顾七绝的身影 直接出现在耀皇对面 耀皇苍颜好手 一袭墨绿大场 浑身气势 万分威严 他身旁 更是悬浮着一团青色火焰 那火焰的威能 强悍到了一种 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火焰周围 空间都被其可怕 高温灼烧的不断扭曲 在耀皇出现后 耀王谷的修士大军 士气大震 不过无限集团联军 同样不虚 过七绝身上 展露的恐怖气势 比起耀皇 只强不弱 这让他们 仍旧拥有足够的底气 与耀王谷修士大军交战 苍穹之上 耀皇并未助击动手 他骤然现身 只是想试探一下 无限集团强者的虚实 此刻 他已经看到了 这些外来者 绝非他们最初想象的 那样微弱 对方不仅有 十分厉害的科技武器 他们的个体战力 也是强大的不可思议 极助轻如小天神火 他有把握压制 甚至镇压固七绝 但那样做 他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因此耀皇已开始权衡利弊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再次攻城 直接和顾七绝血战一场 并非明智之举 一旦受伤 可能被旁人坐收余力 最好的办法 是让顾七绝不战而退 或者就是祸水东营 实在不行 则是可以割让一些利益 先稳住顾七绝 耀皇思存一二 道 尊驾从何处来 为何要攻打 我要王谷 耀皇不动手 顾七绝也不住击 时间拖得越长 耀王谷修饰大军的消耗越大 对无限集团联军越发有利 耀皇询问后 顾七绝淡淡道 弱肉强食 自然之理 何必多问 耀皇点头 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此言自然不差 但尊驾为何觉得 要王谷就是弱者 顾七绝笑道 若是要王谷有足够的实力 阁下想来就不会和我说这么多 而是直接动手了 他一言道破耀皇的心思后 让耀皇微微沉默 耀皇看向顾七绝的目光 也多了更多重视 强大的敌人果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是强大 而又具有极高智慧的敌人 在耀皇看来 无限集团联军的首脑 顾七绝无疑就是 后者因此 他对顾七绝不得不更加重视 沉默片刻后 耀皇开口说道 我身旁的青如小天神火 曾坟灭过一位帝尖 虽然将神火彻底激发后 对神火自身 对老朽都消耗不小 但尊驾难道一定要拼个鱼死网破吗 顾七绝摇头 阁下未免小觑了我 小觑了无限集团联军 而高估了贵方 常规战场 双方表面上相持不下 可实际情况 你我都清楚 时间越长 对我方越有利 对贵方越不利 甚至不妨说 常规战场上 贵方败局已定 圣戒战场 无限集团联军的12位圣戒 对付贵方14位圣戒 与一位准递 我方已少打多 逆伐上镜 然而双方仍就是相持不下 可见无限集团联军 战力之强 贵方的圣戒 只要稍有差池 甚至我骤然发难 灭杀一尊圣戒 这个平衡就要被彻底打破 顾七爵此言一出 药黄的面色一瞬就凝重到了极致 他知道 顾七爵说的都是对的 他心中也一直担心顾七爵会这样做 不过他还是小去顾七爵了 顾七爵并无捏软柿子的想法 他的目标是镇压药黄 只要解决了药黄 这场大战就能结束 但药黄也并非是软柿子 对方曾经急助轻如小天神火 直接灭杀过地阶 药黄轻叹一声 道 那就是没得谈了 顾七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道 请赐教 药黄微微汗手 旋即从轻如小天神火中 抽出了一只火焰营绕的铜简 决定动手后 药黄再无半分迟疑 直接骤然发难 刷 他手中铜简一挥 就有一道恐怖青色火焰刃芒 破空袭来 这一道火焰刃芒 拥有极为恐怖的高温 和极为可怕的神威 火焰刃芒所过之处 周围的空间都持续扭曲变形 荡漾起一圈圈连依 面对药黄一击 顾七爵浑身雷霆营绕 一拳轰出 这一拳 汗天动地 乾坤震烈 这一刻 他好似化身为龙 一拳打开了天 轰 轰隆隆 轰轰 这一拳的威势 超出了药黄的想象 甚至让顾七爵自己都有些惊讶 血龙九祖的传承 让他一直都处于 后急薄发的状态中 他的阶位越高 实力就越强 在跨入地阶后 他奋力一拳 威势竟然比药黄都更强 那不断破空的雷霆拳刚 陡然与火焰刃盲猛然对撞 轰 居然间 整片天地都好像在剧烈震荡 地阶大战 恐怖如斯 顾七爵和药黄不战则矣 一战就是惊天动地的大战 比起两人交战的战场 其与圣阶强者交战的战场 在此刻都黯然失色 在两人动手后 两人身为地阶强者的恐怖战力 在这一刻也展露无遗 顾七爵进入地阶以来 并未和其他地阶强者交过手 这次面对药王谷的药黄 他是极为稳重的 药黄虽然曾经灭杀过一位地阶 但他灭杀的地阶 都是出入地阶 没有和地阶强者交手的经验 如若不然 药黄显然也无法那么容易 就灭杀对方 顾七爵虽然也是出入地阶 但他的情况 和其他出入地阶的强者是不同的 他从末日降临开始 就一路生死搏杀 一步一个脚印 一路打到今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的战斗经验本身就非常丰富 不仅如此 他还得到了血龙九祖的传承 血龙九祖 都是曾经杀的血流成河的狠人 得到他们的传承后 顾七爵更加不缺战斗经验 加上他这次与药黄动手时 也完全没有轻敌的想法 这就让药黄感到了不小的压力 刷 药黄手中的铜简 青色光芒不断绽放 原本的铜简 已经彻底被青色火焰包裹 这件武器极为厉害 药黄哪怕只是随手一挥 齐轰处的攻势 也足以威胁到寻常圣尖 像顾七爵这样的低阶强者 若是被正面击中 也有可能会受伤 吃啦啦 在药黄挥舞铜简 不断朝顾七爵发起连绵不断的攻击时 顾七爵手中的雷霆 也不断朝住药黄轰去 哼 药黄冷哼一声 心中的杀意在这个时候 不断凝聚 经过刚才的试探 他对顾七爵的实力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顾七爵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 身形极为灵活 而且掌控了雷霆威力 杀力极为强悍 不过顾七爵似乎底蕴有些欠缺 并无一锤定音的手段 方才他卖了几个虚假的破绽 想试探顾七爵的底牌 结果顾七爵虽然抓住了破绽 但仍旧是极为恐怖的 雷霆攻击他 而没有展露任何底牌 由此 耀黄基本确定 顾七爵应当是缺乏那样 识破天经的恐怖手段的 顾七爵不知道耀黄心中在想什么 但耀黄刚才一直在试探他 他还是知道的 耀黄试探他的同时 他同样在试探耀黄 他已经基本可以断定 耀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 对方最厉害的手段 就是那轻如小天神火 要是没有 轻如小天神火 耀黄的战力立刻就要大打折扣 耀黄或许是炼丹师出身 离开神火之后 实力就要大幅度下滑 既然最初的试探已经结束 那接下来 双方当然就要动真格的了 吃啦啦 轰隆隆 顾七爵周身 在此刻变得极为恐怖震撼 无穷无尽的雷霆 不断从他身上爆发 他整个人 都好似沐浴在雷池之中 轰隆隆 在耀黄和纪银月等人 惊讶的目光中顾七爵 周围的雷霆 还在迅速发生着 不可思议的变化 不多时 那漫天雷霆 竟然不断在顾七爵身上凝聚 在进阶地阶之后 顾七爵对雷霆力量 显然拥有了更 高层次的理解和运用 看到了更高处的风光 那无数雷霆 在极短的时间内 直接在他身上 凝聚为一套雷霆铠甲 不仅如此 大量雷霆 还在此刻持续浮现 这众多雷霆 这次不断在顾七爵手中凝聚 随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化为了一柄锋利 而又霸道的雷霆战刀 如此一幕 自然让要黄眉头大皱 通过之前的试探 他还以为他对顾七爵 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了 现在他才知道 顾七爵方才的凶残攻势 完全就是和他相互试探 这一刻顾七爵 才拿出一些真本事 开始和他动真格 等 呼 要黄深吸一口气 他手中青涩神火所化的铜简 在这个时候 重新融入神火之中 接下来 要黄的战斗方式 许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 只见要黄手上 法爵连续掐动 不多时 那轻如小天神火 就在众人瞠目结舌的目光中 化为了一尊烈焰熊熊的炼丹炉 要黄心念变化之间 竟然将炼丹炉当作武器 控制着炼丹炉直接朝过七爵砸来 过七爵不知道 无限集团联军的其他人 有没有见过这种战斗方式 反正他是第一次见 这就宛若末日降临之前 网咖中有人起了冲突 直接以电脑显示器当武器使用一般 在他心中觉得要黄的战斗方式 有些轻其别致的时候 要黄的炼丹炉 已经以泰山压顶之势 朝着他猛然镇压而来 过七爵当然半点不虚 直接正面印钢 直音起风 轰隆隆 吃啦啦 漫天雷霆闪耀之中 他直接提着雷霆战刀 就猛然挥刀破空 这一击是大里晨 刚猛无比 一刀辟出 天地变色 空间都持续不断地出现 大量裂纹 俨然承受不住 在裂空舞 星暴 还有银翼和月童 以及济天月等人的注视下 过七爵霸天绝地的一刀 与药黄的炼丹炉 狠狠对撞 当 一声宛若黄中大吕 猛然对撞一般的清脆声响传出那 恐怖音暴震耳欲龙 居然间好似天塌地线空间阵 猎山河崩碎日月倒转 强悍的能量冲击波 以两人对撞的中心 朝着四面霸 方疯狂横扫碾压 在半空中交战的 好几位双方圣接强者 直接被冲撞的身形 一阵踉枪 下方战场上 被波及的双方作战部队 这一瞬直接被震成一团血物 亦祸一地地残破零件 地阶之威 恐怖异常 霸道无比 要黄剑此一幕 冲天而起 直上九霄 顾七决自然半点不虚 同样直上九霄 登天而战 两人将战场转移到九天之上 主要还是担心 将双方的作战部队震死 在两人登天一战后 无限集团联军 还有要黄骨地修饰大军 都放心不少 虽然天地之间 仍旧不断震荡 但他们显然不用担心 殃及吃鱼了 九天之上的两道身影 在这个时候 已经有些看不真切 不过天地之间 仍旧持续震荡摇晃 纪音乐抬头看去 就只能看到一团雷光 和一团青色火焰 正在奋力厮杀 他不知道 双方的战况究竟如何 他心中只能默默祈祷 不要出现黑天鹅事件 让顾七 决意外受伤 哪怕顾七 决无法和药黄 迅速分出胜负担 他只要能够将药黄挡住 对他们而言都是有利的 无限集团常规作战部队 这会儿已经渐渐占据了优势 药王谷修士大军结成的战争 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攻破两个 随着时间推移 接下来只会有越来越多的战争 不断被攻破 时间拖得越久 无限集团联军的迎面也就越大 圣街战场这里 同样有了全新的变化 在他持续不断的拼杀下 因为药王谷的圣街 已经在刚才和他的厮杀中 被他重创 对方虽然还没有彻底暴毙 但战力已经大打折扣 甚至已经无法参与 圣街战场的战斗 这就使得 在圣街战场 无限集团联军 眼下也是优势方 无限集团联军方面 此刻气势如虹 在季营月和猎空舞 还有星元他们的带领下 不断疯狂冲杀 九天之上 药黄并未和顾七爵分出胜负 但以他的老辣 他眼下已然发现了不好的趋势 他威严的声音 很快也席卷整片天地 药王谷修士 结成战阵 有需后撤 无法结成战阵的修士 先行撤离 老朽未尔等断后 药黄虾令后 药王谷众多修士 一时间都常常松了一口气 大量修士 在这个时候 迅速行动起来 这些修士 很快就重新组成了一个个 防御力无比惊人的战阵 其他无法结成战阵的修士 已经遵照药黄的命令 迅速撤离这片战场 靖音乐看到这一幕后 不用顾七爵下达命令 他就下达命令道 拦住他们 不要让他们逃了 消灭所有地方作战单位 他的命令传下 无限集团联军同样迅速采取措施 许多无限集团联军的作战单位 纷纷朝着药王谷修士大军 发动极为猛烈的冲锋 战场上 也出现了相对罕见的一幕 原本的一整块庞大战场 在这时候开始切割 一部分无限集团联军的作战部队 正在和药王谷的战争较劲 还有很多无限集团联军的作战部队 则是开始追杀药王谷逃走的修士 无限集团联军持续不断的前推 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则是在有序的后撤 药王谷的强大实力 也在这时候再一次的展露无遗 当初大延皇朝遭遇这样的情况时 直接被顾七爵下令追往主北 斩尽杀绝 大延皇朝这个天宏裕大势力 兵败如山倒 最后仅有大延皇室的部分强者 成功逃离 大延皇朝的其他强者 全部被斩杀在战场上 药王谷则不同 作为天宏裕最顶尖的大实力之一 他们不仅拥有地阶老祖坐镇 在撤离时也能有序后撤 倘若他们乱糟糟地各自逃难 自然要被无限集团联军 贤尾追杀 顾七爵看到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一路都能做到有序后撤后 心中对药王谷又多了几分重视 当然 药王谷毕竟是后撤了 说明他们处于劣势方 在后撤过程中 他们仍旧付出了代价 之前战场上的正面交战 耀王谷的一千万修士大军 战损只有两成左右 在逃亡路上 双方交战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他们仍旧迅速付出了 将近一成的战损 这让本就士气高涨的 无限集团联军 在这一刻越发的士气如虹 无限集团联军 原本有850万作战部分 一番大战下来 战损也是百万级别 不过在后续追击战的过程中 无限集团联军的战损增长趋势 已经极大程度的放缓 因为药王谷的修士 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无心恋战 只想后撤 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自身实力不是太弱 同时运气也不是太差 几乎不会战死在战场上 追逐过程中 无限集团联军的科技武器 又一次大方一彩 无限集团联军的各类科技武器 都有非常远的射程 不仅如此 这些科技武器 并不需要无限集团的作战部队 提供能源 像要王谷修士大军的各类法宝 以及其他各种宝物 在使用的时候 是需要自身为法宝提供灵力的 无限集团联军的科技武器 完全不是这般 像便携飞弹一类的科技武器 就不用多说了 打出去的是飞弹 并非自己的能量 像那样雷射武器 或者其他能量武器 消耗的也是武器自带的能源 而非无限集团联军的能量 这次的战斗 持续时间无疑非常长 与其说这是一场战斗 不如说这是三场战斗 最开始的时候 双方都在要往股实力范围外 摆开阵势 在这个阶段 双方打的是阵地战 双方都是摆开阵型 开始对拼 第二场战斗 则是追逐战 要往股修士大军 在发现自身陷入烈士之后 就开始有序后撤 虽然是有序后撤 但双方的交战 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 要往股修士大军 更是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 等要往股的修士大军 一路后撤 逐渐进入要往股实力范围后 第三场战斗 也拉开序幕 和最初的阵地战 以及后来的追逐战不同 这场战斗对无限集团联军而言 是一场攻坚战 要往股的修士 进入自己地盘后 纷纷开始利用各种优势 主场作战 像各类阵法 各种战兽 以及各类宝物 都在这个时候 被要往股的修士拿出 和追逐战的所向披靡不同 在进入攻坚战环节后 无限集团联军的作战部队 遭遇了巨大助力 不过众人携大胜之势而来 在这个时候 根本不是要往股修士大军 能继续抵挡的 一处处阵法 不断被摧毁 一座又一座 规格不一的先程 同样接二连三地被攻克 要往股修士大军没办法 只能一退再退 要往股统治的疆域 比大延皇朝统治的疆域更大 在这辽阔的土地上 矗立着大量雄伟庞大的城池 越是靠近要往股宗门驻地 这些城池的规模就越发庞大 要往股修士的数量 以及实力也在持续增强 比起大延皇朝 要往股无疑是一块南肯的硬骨头 无限集团进攻大延皇朝的时候 十分顺利 直接催枯拉朽 一战而下 无限集团联军进攻要往股时 其实也十分顺利 双方常规部队的战场 无限集团联军所向批命 前后累计斩敌三百余万 圣街战场 天悦集团总裁 纪营悦先是重创一位圣街 在追逐战中 又将这位圣街斩杀 同样是大获全胜 地阶战场顾七爵 并未受到任何损伤 要皇能逃走还 是顾七爵放水的缘故 无限集团联军在每一处战场的每一场战斗 全部都是大获全胜 奈何耀王谷的底蕴实在太足了一些 哪怕战斗到这个时候 耀王谷竟然都没被彻底打下 顾七爵和季营悦这时候 也能理解 为什么其他集团进攻和耀王谷实力差不多的势力会受挫了 天红玉虽然没有科技武器 但他们的底蕴十分强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想要速战速决 一战而下 是非常困难的 顾七爵和季营悦在攻战下要亡谷将域内五大城池 之一的天路城后就下令暂时休整顾七爵和季营悦 也在天路城的城主大殿中碰面 两人碰面后 季营悦就十分关切地询问 之前和耀皇大战 没受伤吧 他看不出顾七爵的虚实 也不知道这时候顾七爵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顾七爵摇头 既总未免小看我了 真觉得我与他战斗那么久 便以为我与他是均力敌吗 留他一命而已 要往谷内必定还有更强的老祖 到时候应该一把 季营悦笑了笑 并非小看星爵阁下 而是关心你 在他这样说话的时候 顾七爵也朝他走了过来 季营悦微一愣 不明白顾七爵要做什么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 因为顾七爵走过来之后 直接将他抱起来 亲了一口 季营悦不由翘脸一红 说道 你这家伙 果然没有权力以赴 现在居然还有余力 和我再战一场 他当然已经知道 顾七爵要做什么 只不过 他和顾七爵不一样 他是真的累得够强 别看顾七爵斩杀圣街 如同杀鸡一般容易 那些圣街在顾七爵面前 全部成了不堪一击的土鸡娃狗 可实际上 那众多圣街生灵的实力 还是很强的 只是顾七爵的实力 更加强悍恐怖 才能催枯拉朽地 碾压其他圣街 若是正常圣街交手 往往都是像季营悦这样 需要费上好大劲 才能将一尊圣街战力消灭 顾七爵将季营悦抱在怀中后 便问到 其他战场的情况如何 他并不注急 对季营悦展开攻势 反正季营悦在他怀中 已经跑不掉了 季营悦想了想 土气如蓝地说道 其他战场的情况 总体来说非常好 药王谷开战之初 拥有一千万修士大军 在我们暂时停战休整的时候 药王谷的修士大军 已经将近有四百万被消灭 无限集团联军 开战之前拥有八百五十万 征战到现在 战损在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之间 而且这不到两百万的战损中 大延皇朝的修士大军 占据了月末五十万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只算我们天悦集团 还有无限集团的嫡系作战部队 那么战损只有一百多万 顾七爵明白 季营悦为什么要这样分 因为无限集团和天悦集团的嫡系作战部队是精锐 而大延皇朝投靠无限集团的修士 作战能力不是很强 当然 他们要是作战能力足够强 当初就不会被无限集团移除击溃 大延皇朝也不至于被无限集团作战部队一战而下 顾七爵听纪营悦说完这些情况后 就陷入私损之中 按照这个战损比 无限集团联军是可以继续作战的 无限集团总部基地中 可以源源不断地制造战争机器 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无限集团联军可以用战争机器 持续不断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纪营悦看到顾七爵在思考问题 也没有出声打扰 顾七爵当然也不会一直思考问题 毕竟将纪营悦这样的角色大美人抱在怀中的时候 不应该将宝贵的时间用在其他事情上 想到这里 顾七爵的庞大能量 瞬间笼罩整座城主府大殿 城主府大殿中发生的一切 外界当然在无法知晓分毫 好在这次 猎空五并未守候在大殿之外 否则猎空五又要发现 地面都好像在持续震荡了 顾七爵和纪营悦开始劳逸结合的时候 药王谷方面则是愁云惨淡 药黄面上的阴翼 阴沉的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药王谷其他高层 以及其余大部分强者的面色 也和药黄一般难看 他们雄霸一方 已经不知多少岁月 从未遇到无限集团联军 这样难缠的对手 不久前 药王谷一千万修士大军 和无限集团联军的大战 以药王谷修士大军惨败而收场 药王谷这边 众多修士此刻都是如丧考比一般 并奄奄的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连续经历惨败 别说其他修士 即便是他们这些强者都被受打击 药黄将众人召集在 药王谷义士大殿中 当然不是为了看众人 满面愁容的模样 药黄思存一番 就开口说道 眼下的情况 十分危急 诸位 可有谁有破敌之策 能够和无限集团的联军周旋 药黄询问后 众人都不吭声 很明显 他们众人都没有破敌良策 别说破敌良策 面对无限集团联军 这样的特殊敌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对策 除非无限集团联军的科技武器 能够失效 否则他们对上无限集团联军 就始终处于劣势 他们使用灵术需要消耗灵力 使用法宝也需要消耗灵力 无限集团联军的科技武器 则是不需要他们自身提供能量 仅这一点 就让他们具有了不可思议的巨大优势 众人沉默之际 药王谷太上长老 让太上缓缓开口 如今药王谷已到了生死一线的时候 可否请出老药皇 以及其他几位太上 老药皇 是如今药皇的师父 严格来说 老药皇如今处于一种 活死人的玄妙状态 老药皇在寿终正寝之前 将自己炼制成了一个 特殊的活死人傀儡 在这一状态下 老药皇能够将意识保留下来 他的活死人身躯则是在药泉中缓慢提升实力 以其有朝一日能更进一步 其他泡在药泉中的几位太上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 染太上开口后 众多药王谷高层都是目光一动 看向药皇 如今已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 似乎需要请出老药皇了 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药皇微微汗手 也只能如此了 闻言 染太上松了一口气 其余药王谷高层 同样松了一口气 若是老药皇和药泉中 其余几位太上出关 定让这些外来的贼子化为积分 顾七爵并不知道 药王谷方面 还有如此强悍的底牌 他这会儿 正在查看裂空武送来的特殊资源 这是一种和血金石类似的资源 但能量波动比血金石强出几十上百倍 无限集团的科技武器 无法从中提取能量 裂空武不知道 这些特殊金石要如何使用 因此拿来询问顾七爵 顾七爵身旁 金银月看了一眼 就说到 这是血神经 蕴含非常庞大的能量 不过可惜 我们使用不了 天红玉的土著也使用不了 顾七爵文言 不由疑惑问道 为什么天红玉的土著也使用不了 他们无法使用 它是能够理解的 天红玉的许多东西 他们都无法使用 或者说无法直接使用 因为这些物品 是与他们不同体系的宇宙规则构成的 需要进行一定转化 才能使用 金银月目光微动地说道 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 吸收炼化血神经 需要特殊媒介作为桥梁 其他集团 在进攻天红玉的时候 也得到了血神经 不过基本上都只能干瞪眼 他们尝试了非常多的方法 甚至送了很多样品 去联盟基地研究 但是迄今为止 还是没有任何方法 能够将血神经中 蕴含的能量提取出来 金银月说完 顾七爵就抓起一块血神经 他能够感受到 血神经中蕴含非常澎湃 恐怖的力量 但正如金银月所说 血神经中的能量 似乎需要特殊媒介 才能提取出来 他尝试片刻 竟然也无法将 血神经中的能量 提取出来 依依 正在顾七爵准备放弃的时候 他从血龙九祖处 获得九颗龙珠 忽然微微颤动 与此同时 既银月和裂空舞 也震撼不已地看到 顾七爵竟然从血神经中 抽出了一丝能量 一开始 他只是抽出了一丝 几个呼吸过后 他从血神经中 抽出的能量 明显变多了 这 既银月嘴巴张得大大的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对血神经的情报 了解得相对较多 从他掌握的最新情报看 这是一种 暂时无法利用的顶级资源 猎空舞的眼睛 更是震惊的 有同龄那么大 血神经这种顶级资源 他之前已经让人 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无法利用 就连他都觉得 这应该是 一种能看不能用的资源了 没曾想 顾七爵竟然逆天到了极致 居然可以抽离出 血神经的能源 顾七爵此刻 心中同样是狂喜 他不知道血神经是什么东西 但他非常确定 这是一种级别高到 不可思议的顶级资源 血神经中的能量 纯度非常高 甚至比他自身的地间能量更高 他无法直接吸收 炼化血神经中的能量 需要血龙九祖留下的龙珠 作为桥梁转化 血龙九祖和血神经 似乎存在一定联系 它们的力量有些许同源 若非如此 血龙九祖留下的龙珠 也无法起到桥梁的作用 纪音乐十分羡慕地 看住顾七爵吸收血神经中的能量 他无比好奇地问道 感觉怎么样 顾七爵郑重点头 这是质保 而且是质保中的质保 我的肉身体魄 还有浑身能量 都在被血神经中的高纯度能量 持续淬炼强化 如果一直用血神经修行提升 不管什么族群的生灵 恐怕都能做到同阶横扫 轻松逆伐上进的地步 纪音乐本就十分羡慕 听顾七爵说完 他就更加想用血神经修炼了 不仅是他 裂空五同样无比 想用血神经修炼 纪音乐赶忙问道 要怎么才可以用血神经修炼 顾七爵笑了笑 说道 目前应该只有我可以使用血神经修炼 我有一部分与血神经同源的力量 听他这么说 纪音乐不由有些遗憾 裂空五同样也是这般 他对血神经无比眼馋 可惜他用不了 血神经能够得到顾七爵那么高的赞誉 绝对不是一般宝物 顾七爵很快就对纪音乐 还有裂空五说道 我能抽离血神经能量的事情 不要泄露出去 你们无法使用血神经的问题 后续我或许有办法解决 另外 面向所有集团 所有势力 收购血神经 对外放出的消息 则是无限集团想研究 要如何才能使用血神经 所以需要大量血神经 听到这话 纪音乐就明白 顾七爵又要狠狠地赚上一笔了 其他集团 包括天红玉的土著 都无法使用这种顶级资源 偏偏这东西在天红玉的储量还不少 顾七爵显然可以用白菜价 收到很多血神经 猎空五听到顾七爵的命令 立刻攻身失礼 遵命 属下这就去办 顾七爵这次确实捡到了天大的便 一 血神经储量丰富 其他人又用不了 无限集团愿意出资收购 自然有很多人愿意将血神经 拿去卖给无限集团 猎空五收购的血神经 自然全部送到了顾七爵这里 本就战力恐怖的顾七爵 得到血神经增幅强化后 立刻更上层楼 药泉是要亡谷禁地所在 平常时候都处于封闭状态 即便是要黄等人 也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够进入药泉禁地 他们在药泉禁地 足足等了三日 药泉禁地才缓缓开口 在药泉禁地开启时 众人自视都松了一口气 药泉中并无真正意义的泉水 只有浓郁到极致的九色灵气 充斥其间 这九色灵气 是无数质宝提炼而成 其能量纯度与能量强度 已经可以和固七绝手上的血神经相提并论 所不同的是 血神经只有固七绝可以使用 药泉中几乎液化的九色灵气 则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药黄等人来到这里后 哪怕没有修炼 只是呼吸上几口九色灵气 实力都得到了一丝微弱的增长 药泉中 一共有四道身影 其中一位就是药亡谷十足 也正是如今药黄的师尊 老药黄 老药黄父姓轩元 明眼 名字虽然有些拗口 但却是天红玉最顶级的几位强者中的一位 只不过 生命层次 一日不曾登临至高 达到永恒不灭 就终究有生命耗尽的一日 如今的轩元眼 就是一个只能在药泉中沉眠的活死人 虽然是活死人 但他还是能够出手的 只要有需要 他就会出手 老药黄如今 已经从沉眠中醒来 他微压的声音 很快传出 何事 在老药黄开口后 药黄和其余众人纷纷下跪 行跪拜大礼 行礼后 药黄说道 启禀师尊 药王谷有难了 轩元眼睁开浑浊的双目 他的双瞳中 有死气萦绕 何人对我要亡谷出手 药黄文言 不敢怠慢 将天红玉正在与帝皇星交战的事情 和老药黄说了一遍 听他说完 老药黄淡淡开口 既如此 天 云 雷三位 太上走一趟吧 老药黄下令后 要天太上 要云太上 还有要雷太上三位 都从药泉缓缓起身 这三位 虽然也是活死人 但能够发挥出 地界七重以上的恐怖战力 顾七绝并不知道 药王谷还有这等深厚底蕴 他这段时间 都在用血神经强化自身 血神经是堪比九色药权的顶级资源 在血神经不限量供应的情况下 他的实力得到了迅猛发展 一开始 他只能缓慢抽取血神经中蕴含的能量 在他用血神经提升一段时间后 他已经能够大量吸收血神经中蕴含的能量 他的实力也持续不断地突飞猛进 直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飙升到了地界四重 顾七绝原本还准备 再提升几天 然后再继续下令进攻 没曾想 他没有下令进攻 倒是要亡谷方面 竟然在这个时候开始反攻了 他刚结束修行 猎空五就慌慌张张地前来汇报情况 星绝阁下 药王谷开始反攻了 顾七绝文言一愣 药王谷还有胆量反攻吗 他知道 药王谷还有底牌 不过在他想来 药王谷即便有底牌 也只敢严阵以待 没曾想 药王谷居然还能发动反攻 听到这个消息 顾七绝的回答 只有两个字 开战 吸收大量血神经 让实力再次得到突飞猛进后 他也正想在战场上 检测一下自己的成果 药王谷在这时候有所行动 算是撞在枪口上了 这段时间修炼 无限集团联军的850万作战部队 已经得到了补充 药王谷方面 同样从四面八方召集了大量修士大军 将兵力恢复到了最初的千万级别 他们这次的反攻 就是双方的最后决战 顾七绝这次没有等药黄出手 在双方开战后 他就直接出现在战场上空 看到他一来就露面 药黄自视心中大喜 不过药王谷的药天 药云 还有药雷三位太上 并未露面 药黄准备和顾七绝大战一场 佯装不敌 然后诱敌深入 以顾七绝的脾气 必然会一路追杀他 最终陷入他们的伏击圈 药黄的想法 是非常好的 但他很快就会知道 想法和现实到底拥有多大的差距 要黄玉空而起 冷冷道 星绝阁下 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要是晚了 星绝阁下和无限集团联军 就只能死无葬身之地了 顾七绝傲力半空 魂不在意地开口 我的字典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说完 他继续开口道 药王谷这次胆敢反攻 想来是有了足够的底气 既然这样 正好让我领教一下 他话音落下沙纳 漫天雷霆就不断轰鸣 雷霆战凯与雷霆战刀 很快浮现 要黄之前和顾七绝战斗过 深知顾七绝的厉害 在顾七绝施展出狂暴恐怖的雷霆力量时 他也不敢怠慢 一个青色的炼丹炉 很快浮现 可惜这次 顾七绝在无隐藏实力的想法 他实力暴涨之后 仍旧是毫无保留的全力一刀出手 耀黄当然不会想到 顾七绝第一次和他动手 就有所保留 这次顾七绝不仅全力出手 他的实力还得到了巨大提升 因此顾七绝开天辟地一般的一刀刀芒落下时 耀黄仍旧使用炼丹炉抵挡 隐藏在更后方 但却时刻关注这边战场的耀天三位太上 看到顾七绝这一刀后 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顾七绝的实力 比耀黄说的更强 以耀黄的能耐 绝对不可能和顾七绝打得有来有往 两人上次动手 顾七绝百分百隐藏了实力 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让耀黄蛊无数人震惊万分的一幕 在此刻陡然出现 轰 只见顾七绝开天辟地的一刀落下时 耀黄的炼丹炉 也猛然迎接上去 当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耀黄的炼丹炉 只是一瞬就被顾七绝的恐怖刀芒 直接劈碎 没了青色火焰炼丹炉的抵挡 顾七绝的刀芒却是不止的落下 轰 耀黄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刀光彻底吞噬 无数雷霆刀芒的冲刷下 耀黄直接被轰得化为鸡粉 形神俱灭 批出这一刀后 顾七绝冰寒的目光 也看向了远处 那里有三道强悍气息 已然浮现 顾七绝和耀黄交手的时候 蓝锡 姬商 星皇 蒙宝他们 都在关注双方的战斗 在不久前 顾七绝才和耀黄大战过 那时候耀黄在顾七绝手中逃走了 在姬商想来 这次顾七绝应该要和耀黄打上许久 双方才会分出胜负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顾七绝竟然一刀 将耀黄秒杀了 星皇瞪大眼睛 看住半空 口中不敢置信地说道 一刀秒杀 蒙宝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 星总实在是太强了 不知道是他上次隐藏了实力 还是在最近又获得了巨大提升 当然也有可能 二者皆有 姬商插话道 我觉得 应该二者皆有 说完 他又补充道 我甚至觉得 星总还没有权力出手 什么 星皇震惊地 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 他知道顾七绝很强 但这是不是强的有些夸张了 在几人震惊的时候 兰西开口提醒道 你们看 那里又出现了三道强大气息 姬商闻言 瞬间看了过去 然后他的面色就是陡然一变 麻烦了 要王谷怎么有这么多地阶 星皇也极为紧张地说道 星总能够一一敌三吗 他们在对付同境界的敌人时 基本上都是横扫碾压 可是在地阶 甚至在圣阶强者眼中 他们全部都是一个小手指就可以按死的蝼蚁 要是顾七绝不是要王谷三尊地阶强者的对手 无限集团联军所有人都将被三位递阶强者屠杀 在姬商和星皇担忧不已的时候 更加恐怖的一幕 在此刻出现了 九天之上 顾七绝周身爆发出无穷无尽的雷霆 他手中的雷霆战刀 也璀璨得宛若一颗银色的太阳一般 迸发出万分恐怖的威势 在他对面 要王谷的要天太上掌王 要云太上掌王 还有要雷太上掌王 竟然都被他持续压制 姬商看到这一幕 直接对顾七绝佩服崇拜到了极致 他忍不住开口 兰西 你哥太强了 我恐怕一万辈子 都无法追赶上他的脚步 星皇也震撼万分地咽了一口唾沫 同时点头道 我也一样 九天之上 顾七绝并不知道 姬商众人 还有双方的1850万作战部队 都被他震惊到 他这会儿已经持续碾压 要天太上掌王三人 一路朝着药王谷深处冲杀而去 他知道 药王谷并非只有药黄一个地阶 还有其他地阶存在 事实证明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只是现在他有些疑惑 药天三人 为什么边打边跑 朝着药王谷最深处溃逃 难不成 那个地方还有一尊极为恐怖的存在 心中这样想的同时 顾七绝的攻势半点不慢 他浑身杀鸡 锁定了三人中 落在最后的药云太上掌王 死 一个死字落下的同时 他刚猛无助的一刀 就裹挟万军雷霆之力 猛然轰下 轰隆隆 轰 轰 璀璨的雷霆刀光 此刻以开天辟地之势 猛然劈卡而下 药云太上掌王看到顾七绝全力攻击他 想要求救 奈何他往远处一看 就看到药天太上长老两位 早就被顾七绝的恐怖战力吓破他 这个时候 药天太上长老 还有药雷太上长老 非但没有救援他的想法 还在拼命逃走 药云一时间 只能绝望 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顾七绝的对手 同时也无法从顾七绝手中逃离后 他就准备自爆 问 药云太上长老身上 浑身恐怖气息 一瞬沸腾 顾七绝当然看出 他要做什么 当即顾七绝冷冷道 在我面前 你没有自个自爆 话音落下的同时 又一道恐怖刀光批出 这一道雷霆刀芒 瞬息之间就追上了前一道雷霆刀芒 两道快的不可思议的雷霆刀芒 瞬间融合 然后以更快的速度 朝着药云太上长老 猛然斩击而去 不 药云太上长老口中 发出不甘的愤怒咆哮 顾七绝实在太强大 也太无情 他不是顾七绝的对手 想要体面的自爆 顾七绝竟然都不给他自爆的机会 轰 无数雷霆汇聚而成的恐怖刀芒 将天地都彻底照亮 那恐怖雷霆刀芒落下 药云太上长老 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就直接灰飞烟灭 这一场战斗 达到这里 其实已在无悬念 剩下的两位太上 绝非顾七绝的对手 药云谷除非还拥有更加恐怖的老怪物 否则药云谷将会是大盐皇朝之后 又已被无限集团联军占领的资源采集地 事实证明 药云谷中还有其他老怪物存在 在顾七绝一路冲杀到药云谷的药权禁地时 他就看到了地阶巅峰大圆满的老药黄 看到老药黄的同时 顾七绝还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各种 这宝尤其是九色灵气药权 那九色灵气的能量纯度 直接能够和他的血神经相提并论 老药黄没想到 他的弟子和药云三人一同迎战顾七绝 最后竟然是两死两伤的局面 药天和药雷两人 虽然没有战死 而且伤势也不是十分重 但是这两位显然被顾七绝彻底吓破坦了 这时候看到顾七绝一路追杀过来 两人不是要和顾七绝拼命 而是第一反应就是逃走 好在老药黄及时开口 稳住了两人 慌慌张张 成和体统 他再强也不过只是一人 我三人联手 何必拒他 老药黄轩远眼说完 就从九彩药拳离开 直接劈空一掌 朝着顾七绝猛然轰击而来 顾七绝半点不虚 直音起风 他手中的雷霆战刀 一瞬劈出了几十上百刀 哗 哗 哗 银亮的璀璨刀光 不断闪烁 无数雷霆刀芒 宛若狂风暴雨一般猛然负压而来 就连老药黄都有几分吃不消 要天太上长老和要雷太上长老 刚才就想逃之夭夭了 神荒大陆 幅园辽阔 何处去不得 没必要将命送在这个地方 可现在 要天两人也无可奈何 只能和老药黄一同联手 抗衡故七绝